好,欢迎收看TBC凯数 我们来进入类题八 指数率的整理 如果把2的16次方乘5的14次3的这个结果 写成科学记号来表示 可以继承a乘以10的n次方 那a乘n是多少 我要问你a乘n是多少 所以你记得在我们的合并的时候呢 那个2跟5尽量把它合在一起 因为2乘5是10嘛 所以我把题目变成2的2次方 乘以2的14次方 乘以5的14次方 再乘上3 所以当我变成了这个样子之后呢 来,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是2乘以5的14次方 它可以改成什么 它可以改成 14次方拉出来 是不是叫做2乘5 也就是10的14次方 这里是22的4 4312 所以这里叫做12 所以它就等于12乘上 这是10的14次方 记得把它变成科学记号 所以变成1.2 乘上10的 除以10 那它就乘以10 所以就变成15次方而已啦 所以 A 目前是1.2 然后我的n叫做15 所以全部乘起来 就会得到18 所以 类题8 答案叫做18 7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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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感谢观看